我是安仔啊 那麼本期視頻就是這個系列的終章了 而且這一期的結尾是一個分支視頻 你的選擇會讓結局帶來不一樣的分支 這個系列完結之後呢 我還隱藏了一個大招啊 那麼究竟是什麼呢 點贊過5000我就放給你們看好吧 上期說到 由於黑暗卡歐斯不斷的進化 打敗了地球上所有的奧特曼 是的 在場的奧特曼都不是對手 他 就是絕望的化身 黑暗卡歐斯站在場上 此時的他就如同魔神一般令人絕望 迪迦被打敗後 阿古盧和蓋亞來了 但他們也拿黑暗卡歐斯沒有施好辦法 在阿古盧蓋亞和迪迦接連戰敗後 還有誰能站出來拯救地球呢 就在絕望即將在人們溪裏蔓延時 天空的一道亮光吸引了場上眾人的注意 光不停的向周圍散發 周圍的空間也如鏡子一般破碎 一道光從裡面衝了出來 那道光就是高斯 原來在高斯被困一世界後 一空間里竟然有一隻EX泰蘭特 儘管這隻泰蘭特並不是特別的強 但也為高斯製造了不小的麻煩 在解決了EX泰蘭特後 高斯拼命的趕往地球 準備破解梅菲拉斯新人的陰謀 把視角拉回現實 趕來的高斯無疑是對付黑暗卡歐斯最好的選擇 但現在的高斯還是黑暗卡歐斯的對手嗎 在黑暗卡歐斯迅猛的攻擊下 高斯一時也是落入了下風 不過他可是奧特棒啊 在黑暗卡歐斯攻擊出現空檔時 高斯反擊了 在高斯迅猛拳腳的攻擊下 即便是強由黑暗卡歐斯 一時也不得不選擇戰壁鋒芒 黑暗卡歐斯在躲開高斯重拳後 一擊裂爪就抓向高斯面門 卻沒想到高斯早有預料 在側身躲開黑暗卡歐斯的利爪後 高斯一拳便將黑暗卡歐斯轟飛了出去 在追擊時高斯不慎被黑暗卡歐斯抓住機會 黑暗卡歐斯靠著他的天空投摔 也是找回了一點優勢 但此時的形勢已經非常明朗了 高斯憑藉他精湛的格鬥技術 將黑暗卡歐斯逼入絕境 在承受了高斯一擊日迷球之後 黑暗卡歐斯暫時失去了行動能力 就是現在高斯抓住機會 一道滿月光波衝著黑暗卡歐斯飛去 在滿月光波的進化下 黑暗卡歐斯顯得非常痛苦 滿月光波在一點一點的進化著黑暗卡歐斯 就在所有人都以為 梅菲拉斯新人的陰謀被破解時 變故發生了 梅菲拉斯新人的邪惡意識突然出現 打亂了所有計劃 他居然趁著黑暗卡歐斯被高斯進化之際 完全的與黑暗卡歐斯融合在一起 原本的雙腿也消失不見 下半身全是冒著詭異不想起起的黑幕 他的服役也變成了薄薩式的黑魔 接著更加深邃的暗黑力量 從黑暗卡歐斯體內湧出 天空被黑暗籠罩 城市被暗黑淹沒 居然連高樓大廈也被腐蝕了 在如此絕望的情況下 高斯並沒有放棄 只見光芒從他身上亮起 高斯變為日時形態 日時形態下的高斯以迅雷不及 眼耳盜鈴的攻勢 快速的將黑暗卡歐斯打倒在地 只見高斯還往身上天空 能量隨著雙手還往聚集 一擊高斯謬母光線飛出 能量傾斜在黑暗卡歐斯身上 他不閃不閉 一副不痛不癢的模樣 什麼 難道說日時形態的光線 已經對他無效了嗎 絕望再次籠罩了人們的心頭 絕望再次變得危機起來 這可怎麼辦啊 無效化高斯謬母光線的 黑暗卡歐斯變得更為強大 只見他一隻手抓起了高斯 嗯 難道高斯變小了嗎 不 不是的 是黑暗卡歐斯體型變得更為巨大了 只見他一隻手抓起了高斯 現在的他就是魔神在世 高斯在他面前如同玩具手辦 這場危機 高斯將如何度過呢 只見高斯在不斷的尋找機會突破 但在黑暗卡歐斯強大的攻勢下 高斯還頂得住嗎 就是現在 邁出破綻的高斯 讓黑暗卡歐斯將自己甩出去後 使出一記滿月光波 當時僅憑高斯一個人的光夠嗎 不 還不夠 將你們的光借給高斯吧 眾人的光盲會結合成了救濟滿月光波 拔破了籠罩在這座城市的黑暗 黑暗卡歐斯終於被淨化了 梅菲拉斯新人的陰謀被奧特曼破解 光盲再次將大地照亮 地球也暫時恢復了平靜 無論對上什麼黑暗 奧特曼們絕對不會輸的對吧 要相信光 好了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對這個系列的支持 完結散花了 有一說一 真的好累啊 感覺這武器下來真的沒怎麼休息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很喜歡這種講故事的形式 喜歡的話可以在彈幕區打個喜歡 以後我會多做的哦